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请看大经科著 第225协 倒数第四行 第六 微细相容安立门 第六 微细相容安立门 第六 微细相容安立门 第五 微细相容安立门 似乎世� возь 谁能够看得清楚呢? 将这个宇宙奥秘揭穿, 科学跟哲学就是做这些工作了。 但是佛讲这十种奥秘, 这个科学哲学还没有发现, 真是究竟圆满的科学哲学, 大学文。 佛讲法身大事都知道, 换句话说, 这个十门, 我们要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 变成自己的境界, 我们就已经到法身菩萨的地位了。 无论住在什么地方, 都是实报庄严土。 为什么? 境永远是随着念头在转? 这种的认知是发生菩萨的事情, 不是别人的。 所以这些, 我们每学一篇, 就加深了一分的了解。 读上了十篇, 八篇, 都不得其门而入, 真是古人所谓, 读书千篇, 其二自见。 什么二呢? 这个就是二门。 二根门是一个意思, 幽缘的, 幽缘的, 而来。 你由事显,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琐碎的这些事里面, 显示出十门。 看到这个十门。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发生菩萨, 跟我们凡夫看法真的是不一样。 的。 发生菩萨, 凭什么见到的? 凭清淨心, 平等心, 各异不迷的真心, 看到了。 理常讲,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佛性。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这个说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这些十门, 谁不具足呢? 不管你是知不知道, 同同地具足。 知道的就是各异。 发生菩萨, 不知道的。 三性根凡夫。 差别就在这里了。 随此之外, 没有差别的。 今天我们来看第六。 微细相容, 安纳满, 大疏弱, 如楼梨萍, 承多戒指。 这是比喻这样说, 楼梨萍。 古时候, 清楼梨, 就是我们现在称的翡翠。 它不是玻璃, 玻璃是人工制造的。 水晶是天然的。 算是宝石之一。 七宝里面之一。 佛经相亦说, 叫它做玻璃。 玻璃就是水晶。 玻璃就是楼梨, 就是 玻璃就是翡翠。 玻璃是透明的。 绿色的玻璃是透明的。 这个瓶里面, 装了很多的芥菜籽。 芥菜籽是很小的, 好像芝麻粒一样。 以上各门, 以上讲了五门, 下明, 港俠无碍, 一多相容之二。 倒是, 讲明, 这些事实正常。 就是今次, 第六门, 这一门, 微细相容。 更止, 无论如何微细之中。 这句话就很重要。 亦可含蓉, 一齐诸法。 一母, 是一斤汗母。 汗母就是说无端, 这个尖端。 这个是正部里面最小的。 正部身体。 我们能够体会到, 能够看到最小的。 汗母的尖端。 用显微镜来看, 就看得很清楚了。 一层是一粒微层。 一粒微层。 措势不等。 大程佛教里面说的这个层, 是在无端上面, 可以停留在无端上面, 不会跌下来的。 这个是为什么不会跌下来呢? 因为它有引力。 人在地球上, 地球在转, 不会跌下来。 什么原因呢? 它有引力, 将来拉住了。 同样一个道理, 一切物质都是有引力的。 大小就不一样。 这一无端, 战断上, 有一粒尘土吸引着, 它不会跌下来。 这么小的东西, 叫做尘。 从哪里讲起呢? 从牛毛尘讲起。 牛毛就粗, 比我们汗毛也粗。 那粒尘土很大, 眼力好的人可以看到。 有一粒尘, 眼力好好的人可以看到。 佛讲这粒尘, 你将它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 这个就很小了。 不知道能不能够看得到? 叫做尘药毛尘。 尘药毛就比牛毛小。 尘药毛尘分成七分之一, 叫做铜毛尘。 铜毛更小。 羊毛铜毛, 在中国可以叫做, 叫做毛笔来用。 铜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 肉眼就看不到。 这个是很小的尘药, 叫做水尘。 水, 有相当的密度,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铜毛巾里面可以看到。 它还有很多的空隙, 一粒尘在水的空隙当中, 它是没有障碍地通过。 它可以从水这边穿到那边。 这是很微小的东西。 这个层还能够分, 再分成七分之一, 叫做金层, 金属。 金属密度大, 但是依然是有空隙的。 这粒小的微层, 在金属空隙里面通过了, 没有障碍。 金属虽然密度大, 里面的空隙很多。 而且很多空隙都是连接的。 金属再分为七分之一, 叫做微层。 佛经上通常说的微层。 这个微层, 佛讲的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 换句话说,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他们看不到。 小城三果阿罗汉也看不到。 四果阿罗汉也看到了。 在我们想象, 应该就是现代科学家所说的原子。 非经上说的微层, 我们肉眼真的看不到。 这些微层还能够分, 再分成产分之一。 一直分下去, 叫做色醉极微。 色醉极微, 色彩物质。 很多小的物质聚在一起, 可以分析。 应该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粒子。 是科学。 科学家发现这些东西再能够分析。 基本粒子, 六七十种那么多。 科学也是这样, 上百种的。 最后通常都谓一个色醉极微。 色醉极微, 12 还把它分析级的。 这样, 这意思又把蜴藏绵alten。 ell 又绕大质的います。 revettacly, 叫它为微中子 微中子有多大呢? 它的体积就是电子一百亿分之一 不是慢,是一百亿分之一 那么小 这才叫做基本的物质 再没有比这个更小 这些东西不能再分,分了就没有了 科学家找到了微中子 再把微中子打破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呢? 物质没有了 发现是什么东西呢? 是念头波动的现象 这个就是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 科学家向世人宣布 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没有物质 这些东西 物质是不存在的 这是科学研究物质的结论 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 是念头产生的幻想 是念头产生的幻想 那叫一刹 就是念头产生的幻想 这个就是极微之微 那就是今日量子力学家所称的微中子 亦可陷用一齐注反 那么小的一个东西 阿罗漢看不到 阿罗漢能够看到原子 这种极微之微 佛在经上说 谁能够看到呢? 八地以上 真正是宇宙的奥秘 到八地、九地这个地位 他们看到了 极其微细 它也明了 亦清清楚楚 根神秘的就是这个微细的物质 存在的时间 只有1600兆分之一秒 它这里面含用一齐注法 也就是含用整个宇宙的全体 在里面 宇宙没有缩细 它也没有扩大 这个就是少能容大的 微细相容了 小能容大 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了 但是它是事实的真相 从事实的真相来看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每个细胞 细胞太大了 每个细胞里面都有无数无尽的去控法界 在里面 十方知佛察土 十方知佛察土 十法界的二正庄严都在里面 破试,无法想象,所以你看到后面这几句话,一无一尘之中,无边拆海,无量无边,这个拆就是佛策,一个佛策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里面一切诸法,上刀等觉菩萨,下刀地狱众生,还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去空法界,通通都在里面,痛是涌现, 如一镜中,映然万丈,举个比例,好像一个镜一样,朝外面,通通将境界箱都收在里面, 然后,我们回头想想,看不个人,什么东西都不学,他怎会知道呢? 这个答案出来,智升的性德是无障碍的,怎会不知道呢? 每一个一模一层里面,你都会看到,但是这个要怎样呢?这个要八地才行, 这个是八地菩萨的境界,但是,明心见性,见性性佛, 这一模一层里面,戳着以上,知不知道呢?知道的。 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推照当中,可能他看到,他看到是模糊的不清楚。 八地就是真正看到了,真正这个境界。 初至以上,确实你能够看到。 第二,智者大师,将这个四十一位法新大使,称他为分正即法。 并且用比喻来说,智升,好比是月亮,晚上看月亮,真月亮不是假月亮。 初二、初三是月亮。 初二、初三是月亮。 看到好像萵眉一样,是月亮。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十三、十四,接近月亮。 是月亮。 是月亮。 是真的月亮。 是真的月亮。 它和初二、初三是没有两样的。 大乘用这个来做比喻。 是月亮。 月亮刚刚露了。 结果就是初驻菩萨。 露到很明显了。 大概是二驻、三驻、四驻。 到了十四,说要接近圆满了。 这个就是八地以上。 真正满月。 这个就是妙觉如来。 再不能够比这个更圆满了。 比喻作妙极。 第二,明心见性。 就是初驻菩萨。 它见的是真月,不是假月。 但是月亮大小就不一样。 从初二、初三到十五,差别很大。 这个就是比喻四十一个阶级。 所以,在实报图里面, 还是不断向上提升。 这是提升的道理。 见性。 无明断了。 不喜三五,不动念。 无明虽然是断了。 我们想到前面两种烦恼, 都是有杂气。 见思烦恼断了, 成阿罗汉。 阿罗汉第一主义有杂气。 争取是没有烦恼, 他有杂气。 阿罗汉在果位上面, 将杂气断干净了。 他就升级了。 他升到僻之法。 他不是有阿罗汉。 所以我们知道, 阿罗汉有见思杂气, 没有见思烦恼。 辟知法连见思杂气都没有。 辟知法比阿罗汉高了。 辟知法要断陈沙烦恼。 陈沙是比喻, 无量无变, 无尽无数。 陈沙烦恼不是自焚的。 陈沙烦恼是自焚的。 陈沙烦恼是自焚的。 陈沙烦恼是什么意思呢? 道化众生。 众生根性不齐, 无量无变。 如果有无量无变的法门, 才能够道尽众生。 所以法门无量誓愿何。 所以对他的障碍法执。 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菩萨要不断去参学。 未有成佛之前要参学。 要提升自己才能够帮助别人。 才能够帮助众生。 都成佛了, 这叫做圆满。 无名烦恼, 习气两种都障碍。 障碍自己, 亦障道生。 无名是起心动念。 受限全部在日常生活里面。 没有离开生活。 没有一定的法门。 所以法门无量。 穿衣食饭。 日常工作。 待人之物。 无一处不是道场。 就是看你在现前当下这一念。 你起的是什么念头。 因果同时。 前面我们读了。 十门。 第一门是总门。 同时举足。 同时举足。 这个地方同时永远。 很有味道。 一念国是佛境界。 一念就在现前。 你就是如来的化身。 因为你进入如来的境界。 你自己所住的是淨土。 别人住的就是畏土。 畏土跟淨土同时存在。 ноход的而且近央也离开。 你是有很大的静痛。 怎么样呢。 是吗? 雖然加仪来他们在这首步套区当时还存在! 而我的 Bringing Lab 40 阶的平均。 这是白土和几硬? 什么时原来亚法和陆检? 第二啊! 便可以分别自己特别。 这就是假如来事实的中央上? 他的身份跟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他如来亦住在我们五族国势 这是他的示现 是他表演的舞台 不是真的 真的我们看不到 真的后台 我们看到前台 没有看到台后 台前显了 台后是隐备 隐显同时 我们今天是稍微能够体会到一点 未入这个境界 从稍微体会 我们就生起信心 我们对这件事情不怀疑 如何去契入呢 两个办法 同事并真 第一个办法 就是念佛 是否一句佛号 我们在这里念佛 十月满俱足 自己都不知道 通通俱足 妙绝 什么事情呢 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应付了 第二个是三入境狀 第二个是三入境狀 三入境狀最好的就是花炎 对的 花炎、巨租、一切法 花炎真正明白 什么都明白了 什么都通了 这样深入花炎之先 我们要深入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就是花炎 《无量寿经》掌握了总光领 再回到花炎 好像吃兵麒林一样 一点都不免费 非常轻松愉快 这就是门道 非常巧妙的门道 那就知道了 《无量寿经》对我们的作用太大太大了 学习归在落实 如果没有落实 那我们只是解悟 解悟跟亲证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而且只有解无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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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麻烦 魔力扰乱 也就是明文来养 财色明食税 来勾引你 你能够不动心吗 如果是正 你就有这个能力 一切诱惑 你都不会理会 为什么呢 你真正了解 与一切诱惑 都是假的 凡所有上 皆是虚妄 所以这个诱惑 对你的帮助 不但无伤害障碍 帮助你 帮助你什么 成就你的定力 成就你的智慧 就是你经过考试 经过这一关 通过了 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解悟 未通过实验 没有通过考验 你还是靠不住的 这是古今中外 我们说大修行 大成就的人 我们看到了 功夫不成熟 被摸又挖倒 他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 他就失败了 考试不合格 最可怕的 接着摸去走 在境界里面又生起 贪、亲、痴、万、疑 这个念头 他又生起来了 这就说明些什么呢 解悟的时候 这个念头是被他的知解控制住了 好似不起现能 境界一现前 禁不起有幻 又现前 禁不起有幻 就堕落落 这个是说明 菩萨修学 为何要这么长的时间 真是无两劫 真的是无两劫 就是因为进进退退 有时候一退 退到地狱那里 用地狱再出来很难 时间是轮结算的 遇到佛法 再修行 阿拉耶有种子 再修行 修行 同样要经过考验 禁不起考验又退了 麻烦就在这里 遇到正宗 这个太难得了 经常跟我们说 很多菩萨想遇到这个法门 求这个法门 遇不到的 没有机缘 这就是说明 遇到这个法门 太难了 遇到要真正掌握主 一生就成就了 达到十字菩萨 这个阶级 这个阶级非常容易成就的 真正正德三不退 放法无其他的 真正清整 真正平等 真正奔迷 奔迷就是各 近无量寿经修行 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清正平等各 相认了 这些的考验 你能够通得过呢? 得力是什么呢? 得力是 弥陀 本愿 威神 功德的加持 我们才有这个能力 财色 命食碎在面前 不起心不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再多也不会起心动念 为什麽呢? 是假的 六道轮煤是假的 十法界是假的 再说到底 十部庄验土也是假的 我们很清楚了 只有常浙江是真的 的 常浙江里面三种现象都没有 哪个能够诱惑你呢? 常浙江里面是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的现象 没有自然的现象 那还得了吗? 这个才叫做究竟圆满境界 这个就是回归智星 这个就是妙国果位 现在一点点的小境界就动心了 那是不行的 小名小利 喜欢慶心 一点点的不如意 心里面就气愤了 古圣先言 跟我们说 都很清楚了 探陈至万异 是一切的病根 怨恨老老烦 是一切病的远 我将这些因和缘断除 那部就没有了 谁来护持你呢? 诸佛如来 龙天善神 还起心动念 那怎样可以呢? 廉佛人 功夫还未成就 这些境界 一一都来 反扰 为什麽? 他就不希望你成就 好了 真正学法的人是怎样去对付呢? 有 不是没有 很多 你能够说 窩陋像没有吗? 瘦毛法师没有吗? 刘素云和她的姐姐没有吗? 回头想想我们自己 亦有 怎样去对付呢? 这个遇到了 换换起起 接受考试 就通过了 一句阿弥陀佛 进境好阿弥陀佛 逆境好阿弥陀佛 为什麽呢? 力竟考我去让我生欢喜 让我去贪念 他一句阿弥陀佛 就将他送回去了 力竟来考我 他希望我生烦恼 他希望我怨恨 我亦都欢喜喜感恩 阿弥陀佛 就将他退回去了 妙极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请求美陀 本愿威神加持我 阿弥陀佛 爱景的干扰 我们的烦恼集气太重了 这些说 这些事是天天在提醒 所以我们自己的经验 这六十年没有离开过 这个经论 这个是我最大的受用 我如果是离开经论 外面这些的诱惑 顺境逆境 我是走不过的 每起贪心 夜景会起怨恨 全靠经论 暢时间的分修 每日读 每日去分 每日去分集 十月关关通过 从这里里面吸收到经验 经验越丰富 就越自在 怎样挑衅都不怕 而且是怎样欢迎你挑衅 就是不怕考试了 欢迎你们考我 每通过一次的考试 自己就提升了一个阶层 这是肯定的 好心的经典 初学的时候 一片两片 十片八片 印象都是模糊 但是几十片下来之后 它就清楚了 还是这本书 也就是讲前面 十片二十片 未看得懂 后面越来越清楚了 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是主事代人 接物之后之处 经过这个考验 再看这些经文 明白了 在这里我们就深深体验到 世传出源于世 是 只有一个目标 只是为了一件事情 帮助一切众生 你苦得乐 离救警苦 那就是六道十法界 从此以后再不受苦 未有离开六道 要受大苦 不要离开四圣法界 受小苦 不自在 未有见性 没有能力 周游十方 一切诸佛拆土 没有这个能力 超越十法界有这个能力 这个真正叫自在 趁近一切诸佛如来 谁不愿意趁近呢 每个都想趁近 一尊佛都没有留 但是博地凡夫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不是自己修成的 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对阿弥陀佛能够不感恩呢 致恩 暴恩 为什么不感恩呢 你不知道了 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恩德 不知道阿弥陀佛对你有多好 不知道啊 虽然不知道 甚至于五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对你都是慈悲关怀 照顾没有减少了一分 怎样去报恩呢 念佛往生就是报恩了 自己有信心 自己有信心 有志气 人家能够站住往生 我为什么不能够站住呢 人家能够遇之时節 我为什么不能够呢 如果问这个原因 就问眼前考虑你的境界了 你恭维你 你赞叹你 你捧你 你又没有欢喜呢 你这样一欢你失败了 不合格了 人家来委托你 来租撻你 陷害你 你有没有怨恨呢 还有怨恨 又失败了 关键考试都不合格了 怎能够报佛恩呢 要知道修行的是什么呢 修成就是考试了 就是参加考试 分分秒秒都在这儿参加考试 关键都通过了 你说你多欢喜呢 叫做法喜充满 关键都通不过 这个难过了 难过是没用处的 回头来老实念佛 我念佛 拜佛 读经 听说 好快 你就会开五难 为什么好快呢 你是用真心 就快了 还是用妄心 这样就难了 真心做人吃亏 是的 好像是吃亏 实际上 一些亏都没有吃到 占了很大便宜 这个真心哪有吃亏的呢 吃亏就不是真心了 下四我们 实际说 就是说网念 造成很多很多的障碍 这个网念 网念是从 第六色 第七色来的 第七色的执着 第六色的分别 下面 引 普玄行原品 几句话 普玄行原品云 一尘中 有尘素拆 一一拆 有难思佛 这个是 未世相容 一层 这个概念 我们有了 一层就是 现在说的 一粒 微中子 二 这个物质最小 里面有尘素拆 好像微层一样 无量无边 无尽无数的 朱法拆土 这一层当中 有化妆世界 化妆是大世界 多少个化妆世界呢 无量无边 无尽无数 大意无外 小而无内 前阵万确的事实 你看一层当中有层素拆 这个层素拆里面 每个层素拆里面 又有一层 一层里面又有拆 匆匆无尽 无底 无底 叫做小而无内 这才是自清的真相 实相 大成交里面 忽世慈跟我们说 八地以上就剩下了 你才明白到佛没有打妄语 佛说的话 句句是真实的 一定仍让你亲证的 所以我说佛教就是科学了 科学最后就是拿证据来 佛法 你未到亲证 你不算成就 也就是说你未毕业了 什么时候毕业呢? 亲证便毕业了 信解行政 这样才能够得到业 我理解 我能够说得透透自道 没有做到 未有正德 你自有港通 你没有中通 换句话说 你还是在六道里面流转 你出不了六道论会 这些是学法人 不可以不知道的 是希望我们能够脱离六道论会 皇上极乐世界 为什么? 这是最容易的翻门 伸道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没有骗我们 为何没有欺骗我们呢? 到极乐世界 圆满成佛 这个就没有欺骗我们了 如果新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只比这个地方稍为好一点 成佛还是没有希望的 那去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个 彌陀对我们的恩德是有限量的 在极乐世界帮助我们成 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恩德就无穷无尽了 圆满的 我们想 达到十方世界去参合 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 阿弥陀佛的心量很大 并不是说 你只能够跟着我 不能够跟着别人 不是的 他的善巧方面 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 我们在极乐世界 我们的身 叫寶身 确实 在阿弥陀佛 广堂里面 没有离开过座位 但是我们能够化 无量无边的分身 迎身 到十方世界去拜佛 去供养 去文法 阿弥陀佛 不但没有限制 还鼓励我们 叫你去听听 去看看 跟基督徒世界做个比较 善至到阿弥陀佛因得大 真的是没有欺骗我 我完全看到真相了 一切之佛所说之法 跟阿弥陀佛一个避孔出气 是无二无别的 无二无别 为何呢 应雄所见 不是大略相同 是完全相同 诸佛如来所正得的阿弥陀佛全部正得 怎会有两样呢 阿弥陀佛这个方法 能够令所有的学生 去到极乐世界 心定下来 愚愚不动 愚不动 分无量无边身 插无量无边诸佛 跟弥陀是没有两样的 心自然不动 心自然不动 妄念自然不生 在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 就圆满成就了 这个是十方之佛世界里面没有的 可言行原品底下一句 语于一无端极微中 出现三世庄严策 这句里面注重在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未来佛都看到了 为什么 十方三世不离一念 你能够掌握到一念十方三世在其中 没有思考格外的差别 一直一切一就是一念 确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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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妙不施以境界 都是一念举足 我们现在是一念迷 未有刹角度 菩萨心清静 所以他一念觉 修行修什麽呢 现在总算搞清楚了 讲得再多的 讲得再详细 其实就是一句话 清静 我们的心就是不清静 清静就正果了 清静心就决定得生 除非是你不想去 如果想到极乐世界 是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只有清静心 清静会怎样呢 心里面一个雜念都没有 一个妄想都没有 只有一尊阿弥陀佛 只有一句佛号 那叫清静 清静心等 平等 平等 平等心往生 还未现展 生同居土 方便土 方便土 看你自己功夫的浅心 看你自己功夫的浅心 这是到了极乐世界的生处 如果真是国义不迷 他一决定生实报导 生实报导 就是发生大事 这个境界 一尘中有尘素财 日日财有难思佛 与一无端极微中 出现三世庄业财 统统是现前的事实真相 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 一点都不怀疑 但是自己是有障碍 未有见到 我们深信 一些怀疑都没有 这个白地的境界 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佳座阿慧欲知菩萨 换句话说 你通通见到了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超胜 一切诸佛策土之处 八万四千法门 一切策土 亲正才是宣素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 化人性同居土 夏夏品往生 亦作阿慧欲知菩萨 阿慧欲知菩萨就亲正了 发炎经上 原教初驻 到等各 这四十一个位置 都叫做阿慧欲知菩萨 练佛的人 同受其他法门的人 不一样的 练佛的人 确实有味道 本愿威成加持你 所以你的进步会比别人快 越单纯 功夫就越得力 越快速 所以好像窩楼像这种人 他单纯到极处 真是一个网念 一个集业都没有 所以他是非常快速 很短的时间 就成就了 往生极乐世界 即使是生化人性同居土 他是不需要一级一级的提升 他会跳级的 他会跳到很高 不需要。 我们明白的这个道理 谁对于思想 又信心 不怀疑 是正显止意 这个意思就是微细相容 基督律世界是沒有大小的 沒有時間、空間 沒有這些東西的 化言經上所說的 回頭再看看 《無量壽經》 《今本經》 積功累得品 惟化藏彼憂於因地中 身口常出無量苗向 身有香、口有香 又如坦坦 單坦就是最好的香 幼伯羅花 最好的花 花也有香 其香普分無量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自己障碍放下一点也能够闻到 我们是被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了障碍所以闻不到 手中尝出无尽之暴 状怨之巨 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落有情 来帮助众生 我们想 我们现在很需要佛 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呢 其实阿弥陀佛照顾我们 无味不至 我们是没有感恩的心 还嫌他没有照顾到 如果阿弥陀佛我要黄金 黄金就送来了 我要供电 供电就现前了 好吗 好吗 增长了贪心 代以阿弥陀佛就不给你了 给你就害了你 这个我们要明白了 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能够受得到什么 受不了的 接受了无动于冲 这个就是可以接受的 只有一点点的小利 就高兴得不得了 不是智慧增长 不是定功的增长 不是得行的增长 是烦恼增长 贪心之慢而增长 贪心之慢而增长 所以佛加持你 你的愿未有成熟 能不能够给你 给你就害了你 要慢慢的调教你 慢慢的令你熟悉 法法经上有个故事 释迦牟尼佛讲的 有个大长者 他只有一个儿子 家里面有亿万的财富 他认识这个儿子 儿子从小离开家 不知道这个是他家 不知道长者就是他父亲 要认识他做儿子 吓死他了 他就马上逃跑了 长者怎么办呢 请他做长工了 做什么事情 他家里养的牛羊很多 叫他去执牛屎 执羊屎 天天做这些 这个他接受了 做了几年 慢慢的提升 再到二十年 这个地位就越提升越高 就叫他管别人 到最后 长者快要走 才召见他 和他说 你是我儿子 他已经跟了他 二三十年 能接受了 全部财产都给了他 知法如来 对一切众生 如是如是 知法如来 所有的 是你自圣 具足的 你本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 法能够给你的 你自圣没有了 那你怎样会接受到呢 全部是自圣所有的 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尚好 全部是自圣 本字 具足的 一样都没有欠缺 现在就是你迷了自圣 你过这样的辛苦日子 造作种种的罪业 还免不了 六道论媒知乎 这个可恋闻者 这是法眼所看到的 发现 无尽慈悲 教导我们 回头试案 不要再跟着意识走 我想怎样 我想怎样 全部都是妄想的 在这个世间 要了解世间 现前的真相 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 应激思搞 今天最重要的 帮助这个世间的人 梅斗 用中国一句老说话说 认祖归宗 我们现在背离祖宗了 认为祖宗是无智慧的 祖宗是个野蛮人 没有文灵 没有文灵 这个错了 祖宗有智慧 祖宗有正确的 看法想法 我们的看法想法 错误了 我们是无智慧 只有烦恼 烦恼的根是什么呢 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根是什么呢 有过我 老子有句话说 吾有大患 为吾有身 这句话说得好 如果我们无这个身体 多好呢 所以 乐道凡夫 真正高级凡夫 他不要身体 那就是四空天 叫无色解 这里里面的众生 没有身体 没有身体 就不需要居住的房屋 这个宫殿 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一般称它叫做 灵界 俗语讲就是灵魂 他们不会去投胎 不会去找个肉身 这个东西苦了 这个东西会变成自私自利 这样就不要身体了 高级的凡夫 好 发身菩萨 阿罗汉 这些人 道长身建放下 我们在经典上看到 佛法真正入门 是身建放下 身建 面建 建取 戒取 邪建 这五种错误的 使法 统统放下 小成 衰陀缓 大成 初信为的菩萨 这个要记住 要时事想到 我们仲有身 还有自私自利 还有明文利养 还有贪心之慢 我们是什么身份呢 道道地地的凡夫 做的是什么呢 做的是轮回业 这个我们一日到晚做的 做恩 轮回业 将来的果报就是轮回 这就是搞六道 六道里面搞什么呢 多部分就是跟三莫道相应的 为什么呢 都是为了自己 自私自利 好事可以做 对自己有利 于自己没有你的好事就不做了 这个也是跟三莫道相应的 跟三战道不相应 三战道的人 黏黏 威人着想 三战道 我们特别提到天道 天人的德行 不谓高了 六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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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利憑修福佈 真正受上品十善 就能够升天了 据述中国老祖宗所说的 五论五常四维八德 真的做到了 真正落实了 决定生天 到来天 往上去 十善里面还要加一些东西 加四无量心 自卑喜舌 四无量心 生耶摩天 兜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起心动念 是利益别人 不是利益自己的 三途众生 第一个业 就是自利 自利 不损害别人 这个更好 选人 尼己 那部就是三途 饿鬼地狱畜生 几个自利不损害别人的呢? 现在讲做生意买卖了 卖假货的 这个就是 转人 离己了 货真价实 我自利 我不会伤害别人 能够自己 少得一点的利 多给别人 低一点的利益 这个就是天人 所以要想到我自己起的是什么心 和什么念头 今天是什么时代呢? 东方将这个传统文化疏忽了 200年了 外国人 外国人将这个宗教教育 所发作了 亦都是200年以上了 换句话说 整个社会 论理、道德、因果 没有人相信 对股性先言怀疑 对一切善法怀疑 对自己的善根怀疑 还有什么办法呢? 而且这些的怀疑是普遍的 不是小数 绝大多数 所以今天讲善法 没人相信 有人怀疑 什么叫善法呢? 从前低谎 愚民的政策 搞这些东西 便于他自己去统治 叫老百姓专守这些 然后大家普遍接受 这个教育 不相信 连父母都不相信 会不会爱你 会不会爱你 为什么呢? 应该的 你生我了 你就要爱我了 我可以不爱你 是这样的 这些心态 完全没有了 这些心态 是这样的 所以真的 今天无可奈何之事 我们只有想一个办法 少数相信的人 将这个 少数人集中 我们大家一起 搞一个圈 搞一个阵 我们做出来 表演出来 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了 这个不错 这个好 我们要去学习 才能够慢慢恢复 如果没有这样 刚憑口说 没有人相信 我们过去 如果没有了 汤匙小镇 这个实现点 做出来的样板 怎样去说 别人都不会相信 别人都不会相信 跟我说 你说得很好 这是理想 不是事实 一句话 就是把你摧毁了 了 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 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 过去曾经做到过的 发现过的 他不认识 不相信中国的历史 认为中国人 比不上外国人 外国人 聪明智慧 发明了机器 发展科学 中国是愚痴 什么都不会 看不起你 所作所为 他们怎样肯相信 所以一定要做实验 每个国家 都用一个小城 一个小镇 来做实验点 实验点 实验点必须要招集 有共同见解的人 共同信心的人 大家住在一起 将它做出来 大家看到就生起信心了 要拯救这个社会 在哪里做起呢 从拯救信心做起 他不信 什么方法都落空 头一个就是要 够信心 够信心就是 拿证据出来 现在科学精神 就是要证据了 拿证据来 我们将 五论五常 做出来了 让他们家里面来 住了几天 看看我们的生活 看看我们家庭 一团和气 这样做人好吗 或者你家里面 天天去吵吵吵吵吵 打打杀杀的 这样好吗 叫这路人体见了 你的儿孙天天在这儿孝顺美好 或者是儿孙天天在这儿背叛你好 老人和儿孙天天不如意住在一起 老人和儿孙天天在这儿 实验落手 我们到斯利仁卡看到佛教了 斯利仁卡是以佛教治国的 加花人民 我们看到了 精的欢迎 接着我们去的 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 他们亲自验证的 佛教治国 佛教教人民 成果亲自看到了 相信了 欢喜赞叹 这些东西 在今天21世纪 还是有用 还是真有效果 其实 每个宗教 经典 蓄置于高国 天天去拜他 没有用处 天天去念他 他不懂意识也没有用 一定要将意识 讲透 在我们内心 深处 将一些错误观念 糾正过来 接受 经典的教辈 然后将他落实在 实际生活当中 落实在 主事待人之物 效果就出来了 每个宗教都是好的 没有一个宗教经典里面 教你害人 教你杀人 没有的 都是教你爱人 教你帮助人 教你联敏众生 所以宗教是 声宴教育 是公正 平等 和谐的教育 我们要认真去学习 去研究 去落实 将他发扬 江大 教育 这个世界 社会问题 全部都能够得到解决了 尼球上这些灾难 自然就化解了 发扬比丘 心好吗? 研头好 言行好 所以他在因地 申口 尚出 无量 苗香 这个是为什么呢? 景随 深转 自然 智圣里面 有 这些功德 这些功德 就是 香 江 五根 雅耳 鼻切身 对于外面的 五层 食性 香味 足 五根 到防江 放香 外面 五层 亦有菊 亦有香 極乐世界 就是了 香港 莊严 它们的物质境界 从心理上转过去 心里面 顺正 顺事 心行不正 人心不正 于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了 怎么办呢? 用香水 擦香水 擦在身上 用这个来掩盖 烂闻的气味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中国古人 是没有这些东西 外国的香水 用什么? 用芬香 衣服 用芬香的方法 将它在这裏分 天天在这裏分 衣服就有香味了 富贵人家 有钱人家 真正修行的日不需要 虚云老和尚 事不中大德 一年剃一次头 虚云老和尚的照片 都是留一年剃一次头 大概也是一年可能洗一次粗 所以二岭裏面都是由舊 领子都是黑的 他不需要换衣服 曾经到香港来住过一个月 35年前我第一次来港京 还有些同学曾经见过老和尚 服侍过老和尚 老和尚的衣服虽然很脏 又够 闻一下他 有青年花的味道 不难闻的 而且很奇妙 他的香气能够治病的 这个是为何呢? 圣德 他是最著名的 也是在那个时代 康天时期 金山活佛 是 康室 震光 金山寺的 一个出家人 他的发明叫做妙善 康室 好像是抗战胜利前一年 还是两年过世了 人家称他做金山活佛 真是有神通 真是有神通 台湾罗冠法师 曾经跟他在迷一齐住了四个月 对他很熟悉 对我说 他真是有神通 因为什么呢? 我们心里面想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没有说出来的 他就能够和你解答 就是你心里面想的事情 是 亦都是 一生都没有洗过粮 一生不洗过粮 春夏秋冬就是一件衣服 他的衣服很简单 他没有第二套 里面穿一个小垮裤 外面一件长衫 冬天落雪也是这样 夏天六月天也是这样 冬天是不冷的 夏天也不热 夏天也不热 特别是破铜烂铁 他执来干什么呢? 执来吃了它 你看看生寿的这些东西 他拿到嘴里面 他就将它吃了下去 别人送给他钞票 供养他 这些最脏的东西 全部都吃了他 供养他 他吃了 好了 一个星期 不吃法 没有辞 一顿饭 吃三四十碗 也没有辞 这是乐观法师 看到的 有一次和他一起吃饭 每个和修都想供养 装一碗饭 给他来给法师吃 法师当他在面前很快便吃了 这个人又来了 有一次吃了二十多碗 乐观法师在那边祭祀 他说你们不要害法师 这个怎样能够受得到呢? 不要再装了 他就和乐观法师说 不增不减 心经上所说的 不增不减 他有这样的本事 真的和人医病 而难杂症 给什麽药吃呢? 肾上搓搓一搓一搓这些脏子 这些东西偷给我 搓一搓 搓一搓搓似圆 似圆的来给他吃 他闻这个圆是很香的 真的 吃了一扔就好 浸图很多 疑难杂症 都是在找他 鸡胸福和也会问他 他都知道 所以這個不是假的 我們這裏也出版他的書 樂觀法師寫的 還有主魂法師寫的 主魂法師和他沒有見過面 到處去打聽他的神跡時跡 寫成一本書 樂觀和主魂 和我都很熟 他這兩樣東西合印一本 好像我們這裏也有 說明什麼呢? 梁子力學家證明的景脆心轉 真是景脆心轉 我們就是心不得的 心太雜了太亂了 佛講這些說話 祭心一處無事不辦 將心放在一處 我們今天提倡的 將心放在哪裏? 放在阿彌陀佛 佛講這一處 我們就用這個做一處 阿彌陀佛這一處 我心就放在阿彌陀佛上面 除阿彌陀佛之外 我什麼都不想 我什麼都不求 一句佛號念到底 念到功夫得力 什麼叫做得力呢? 忘念雜念 真的沒有了 好果就出來了 智慧就在現前 陣通妙容就現前了 皇生 真極如知時之 跟阿彌陀佛約好了 你接忍的時候 一分一秒都沒有差 要想做到這個 沒有其他的 就是放下 肯不肯放下 要真的放下 不能夠有絲毫的眷戀 這就是煩惱雜氣 這就是無名的種子 所有自古自今 修行人不能夠成功的 不能夠超越六度輪迴 都是受這個海 我們一定要記住 時時刻刻小心 這個魔障就在我們面前 周圍環繞 我們如果不認識他 不遠離他 一定受他的海 我們再看看下面這一段 由保連 佛光品藥 一日 化中 出三十六百千億光 一日降中 出三十六百千億佛 這個代表什麼呢? 表之極微細 表這個意思 是密細 《苗 chưa相 yüz》 代表密細 MI said 一日降中含摺三十六百千億佛 廟極微細中含蓉 一齊諸法 二日尊佛 代表一國佛國土 代表一國三千大千世界 顯示出微細含蓉 微細含蓉 這個境界 《無量壽經》裏面講道座 和《花艷經》是無量壽的 《花艷》裏面有 這部經相亦都有 第七 因陀羅網發界門 以上微細相容滿 明一重之上入上職 以微明重重無盡相入上職之以 字面讀到這一段了 微細相容安納門 微細相容安納門 《花艷經》 就知道了 衝衝相入 一定能夠想到 微塵裏面有佛世界 佛世界裏面是否又有微塵呢? 微塵裏面又有佛世界 佛世界裏面又有微塵 重重無盡 印陀羅網法皆滿就是講這個意思 不是只有一重 而是重重無盡 這樣才叫做其小無奈 找不到內面 其大無愛 這是聖託 説明智升 本智聚足 這是智升之現現象 它本來是聚足的 本有的 不是從外面來的 我們看到一個能想到 重重無盡 難為 實際上 實際上 明顯跟我們說出來 實際上 實際上 所謂的 以種種種種種的比喻 令我們能夠 理解 事實的真常 以為 理解之後 才能夠放下 才能夠可對這些現象 宋庸此处之,真正就刀,不起心,不动力, 你就插入境界,得法受荣。 与诸佛如来,无义无别。 这就叫契入,亦叫正德。 信解行政,到了这个地方,功夫才叫做圆满。 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